欢迎回到庶民大国家 柯文哲 访美之前抛出蓝白要比民调 输的人就退选 好 柯文哲今天在美国表示 比民调是个公开公平的方式 他说国民党一直喊蓝白河 却从来都没有听过具体的方案 既然国民党提不出明确的方法 那就比民调嘛 输的退选啊 让民调最强的人来当政的 副总统可以自己选 我已经提出了方法 国民党显然不敢接招 看他们怎么处理嘛 要见面都可以啊 但重点是见了面 那要谈什么呢 好 侯友宜说 我们是双北合作多年的朋友了 很多问题大家可以 好好的面对来沟通 但是郭正亮提出他的看法 他说柯文哲先丢出了 这个议题是对的 至少呢 他提了一个蓝白河的方法 而国民党也可以提方法呀 剩下一个多月可以整合了 朱立伦还有侯友宜说的话 这个之外呢 这个除他们两个讲的话之外 柯文哲最好都是不要回应了 因为其他人都没有掌握到决定权啊 而蓝白河没有办法立即谈 是因为朱立伦呢 会设想未来的局面 有没有朱立伦的角色啊 那侯友宜则是觉得 自己还有机会 可以再把民调给拉抬一下 好 另外一方面 他也对柯正英喊话 他说柯文哲喊要比民调 输的退选这个不太可行 因为非绿的票至少要投出九成 不然在野组合其实是难以当选的 所以呢 如果说11月20号登记的时候 柯文哲连个副手都不是 那国民党要怎么选啊 如果没有柯文哲站在旁边 这票怎么有可能能够开得出来呢 好 郭正亮说的 柯文哲至少已经先提出了 蓝白整合的一个方法 那国民党是不是也应该表态 或提出国民党的方案呢 难道就像郭正亮讲的 他说是不是卡在朱立伦 还在思考未来会不会有他朱立伦的角色呢 而侯友宜是不是还在想 是不是还有拉抬民调的机会呢 大清委员怎么看 我想距离总统大选已经没有多少天了 那么不管是这个在野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这个在野的支持在野阵营的选民 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在野不整合 就是保送赖清德 那么如果在野不整合 那么接下来赖清德躺着选就可以了 那么要期待说未来有任何的弃保 或者是奇迹出现 我看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那么到底朱主席 有没有其他个人的考量我不知道 但是事实上 三阶段论的这个在野大整合的方案 是朱立伦最早提出来的 所以其实代表说朱主席 应该心中本来就有一个复案 否则他当时就不会在国民党 还没有决定总统候选人之前 他就提出来了 就在野整合要走一个三阶段的步骤 那么这三阶段的步骤究竟是什么 那我们当然期待国民党现阶段 能够回应民众的这个期望 至少我们要端出一套方案来 柯文哲在过去丢了两个讯息 其实国民党应该要认真思考的 第一个讯息他是 如果他当选了总统 他愿意支持多数党组阁 那么以民众党现在的立委提名人数 包含有可能当选的人数 民众党绝对不可能是多数党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他跟国民党整合 那么他做的承诺就是国民党组阁了 就国民党应该相对来说 他就是多数党 尤其是如果今天在野势力能够整合 国民党的立委的这个胜选相对来说 就会轻易很多 那么第二个就是柯文哲抛出来的是说 用民调来决胜负 那么你说民调公不公平可不可靠 大家见仁见智 那但是如果民调不公平不可靠 各党的党内初选干嘛要用民调 如果民调都有问题的话 那大家就不要来搞民调 县市长不要用民调决定候选人 立委不要用民调决定候选人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党内初选 都是用民调来决定了 那么为什么今天在野整合不能用民调 如果今天大家担心 有操纵民调的可能性发生 有太多的方法可以避掉了 我们有这么多民调专家 只要你做民调的时间 不要对外公布出来 民进党不见得就能够操弄得了 如果一顺之间做了十份八份民调 只有三份是真实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不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今天我们连民调都不相信了 那么我们剩下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就坐下来瞧吗 就国民党跟民进党坐下来瞧 瞧一个候选人出来 选民会买单吗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国民党跟民众党 跟当年的国民党跟亲民党 是不一样的 国民党 亲民党 新党是细出同源 所以国民党 亲民党或新党 要整合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当年亲民党都是被李登辉开除出去的 所以当要整合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在2004年或2008年 都是做得到的 可是今天国民党跟民众党 是截然不同的 民众党的很多支持者 是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 他们对国民党 他们是有不同的情绪跟看法的 他们现在还未必愿意接受国民党 虽然他们现在很讨厌民进党 所以你要如何在整合的过程当中 能够有1加1至少等于2吧 或者像亮哥在节目上 1加1至少等于1.9或1.8 1加1如果低于1.7就不用选了 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要让民众党对国民党 有意见的这些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 愿意把票投出来 你也要让国民党那些国民党传统的基本盘 对柯文哲有意见的人也愿意含泪投票 那么这个整合的过程就非常重要了 这个整合的过程必须让大家认为 这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没有谁吃掉谁 没有谁私相授授 没有私下交易 不是密室政治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走一条整合的路 其实就要仿效像德国 组联合政府这种模式 国民党跟民众党坐下来 先把两党共同政纲摊出来 接下来如果我们联合执政 我们究竟要做什么 把它白纸黑字写下来 谁都不要赖 大家所做的承诺也通通写下来 承诺好 这个大家愿意做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来推动这样的联合政府 将来就照着做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 你必须要有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 那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 这个游戏规则不是比谁的县市长多 不是比谁的立委多 选举是比谁的选票多 如果今天比县市长多跟立委多 那大家现在看一看县市长跟立委 就国民党当选总统了 赖金德散一边 国民党现在县市长最多 所以我听到很多人现在在讲说 我们国民党立委最多 这个县市长多 所以当然是我们 我何尝不希望是我们 可是问题是事实上不是如此 因为选总统是靠选票的 所以我们要推出一组能胜选的人 而这个游戏规则绝对不可能是说 谁家大业大 谁就当政的 如果任何一个整合都有前提 那就不是整合 那真的就是并吞了 不管是民众党并吞国民党 或者是国民党并吞民众党 谁都不可能会接受的 所以现在时间压力是已经存在的 我认为柯文哲 已经做出某种程度的善意了 尤其是如果了解民众党内情的人 就知道民众党内的主战派的意识是很强的 他们原本连整合都不想整合 就占到底了 因为对民众党来讲 将来就算他们没有选下总统 他们在立法院也有一定的席次 他们可以选择跟国民党 或者是跟民进党整合 去组联合政府 成为多数党 所以民众党的弹性 并不见得比国民党小 所以如果这个时间 我们没有好好掌握 没有开始尽快整合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会让在野的这些选民大失所望了 柯文哲提出和侯友宜比民调 输得就退选副总统自己选 问题是假设最后是侯友宜胜出 而11月登记的时候 没有了柯文哲 蓝白盒少了柯文哲这个角色 这还算是在野整合吗 票能够开得出来吗 郭正强就点出了 说因为到时候绿营的基本盘 绝对会投出来的 所以在野如果没有开出 9成以上的票是难以当选的 那么柯文哲愿意提出方案 当然很好 问题是这样的条件真的有助于双方的整合吗 孟凯怎么看 刚很同意刚刚大仙哥讲一句话 白子黑字写出来 谁都不要赖 我们都不希望2024再有赖清德 大家都不想赖 但是重点是要怎么样能够达成六成的民众 希望政党轮替这样的一个方向跟心愿跟想法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关键 没有错 现在距离明年1月13号 刚好101天 101明天100天 所以说只剩100天的时间 11月20号就要登记了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组合 或者说好的明确方向的话 当然大家会焦虑嘛 我自己每天跑选区 我们这个选区里面地方的民众 真的如洗三温暖一样 过去我分析一下跟分享一下 民众的心情从一开始 你们加油的 你们怎么会这样 到中间有一段过程 哎呀怎么办啊 孟凯我们现在觉得好焦虑到最近 我拜托你 你回去把你们高层的说 真的要达成啦 真的要推出人选啦 所以说民众的想法是什么 民众的想法是 如果说真的 2024没有办法政党人力的话 我们还要再接受 绿色恐怖 我们还要接受当没有淡的时候 就是从其他国家 远的国家进来 这种可能会过节的淡 来给我们来使用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在这样的生活继续下去 好 拉回来讲 我觉得说比民调 当然已经推出一个方法 并不是不接招 而是我个人认为是 我们不是说 比完民调之后 另外一方就退选 然后就是推一组人选 如果说这样的话 这不叫做合作 这比较像是什么 好像是变成是 在野大联盟的初选概念 可是这样子真的 对于我们的选票 能够最极大化吗 我想也未必 因为重点在于是 我们不是非你及我 或非我及你 而是希望是合则两利 分则多害 分则全输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是要合作 来达成大家的一个共识 有没有民调高高低低 其实在最近这一波的 这好几不同家的民调 做出来 侯友宜有赢过 柯文哲也有赢过 而更多有些时候的民调 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在误差范围之内 我们也很理性跟很专业来判断 民调有没有误差范围 有吗 因为民调是用小样本来 推估整个全体的一个 这个投票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所谓的95%的信心指数 跟正负3%的一个样本 的误差范围 所以如果说可以超出3%以外的话 那我们当然认定 这民调是完完全全不用再去思考 可是如果说是两组候选人都是在这误差范围内 3%的一个误差范围的话 那你能够保证说这样的一个结果 真的就是两方都能够心服口服吗 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说 还是要看整个两方阵营现在坐下来谈 并且达成除了民调以外 能不能有其他更大家都能够接受 我还是强调能够接受的方法 大家一起来做 而最重要就是要共同推出一组候选人 因为只有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支持力量极大化 你才能够达成政党轮替的一个方向 最后前几天我要跟朋友在聊 我们讲到和和有很多种可能 马上去查很多的成语都有和 我们当然很希望是不谋而和 大家都能够不用讨论 我们就能够合作 我们也希望是天作之和 老天给我们一个指令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来合作 我们也希望一拍即和 就是确定了方法之后 马上就来合作 我们更希望志同道和 国民党民众党以及所有在野阵营的朋友 其实现在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要让台湾人民过好日子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达成政党轮替 所以志同道和非常重要 最后我当然不希望看到 可是天下和久必分分久必和 所以现在已经就是交缠麻花了那么久的时间了 其实大家要看得出来 如果说继续分裂下去 只是爽到赖清德 只是保送赖清德 只是让赖清德躺着当选 所以和久必分分久必和 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合作 为台湾人民拼一个好日子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